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遇到上班高峰期 陆继鸣直接被挤出地铁 看着柠檬挥手再见 陆继鸣气到不行 为和柠檬多点时间相处 陆继鸣故意安排任鹏飞和柠檬去纺织场调研 凤凰家缝的老板只关注陆继鸣 一直忽略柠檬 陆继鸣见状叫柠檬上前 还担心柠檬记笔记没看路 让柠檬站在前面 无微不至关心的柠檬 从这能看出陆继鸣爱上柠檬只是还不自知 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柠檬发现陆继鸣身上的闪光点 经常有意无意关注陆继鸣 直到苏维然的出现 陆继鸣意识到危机感 最终鼓起勇气 告白柠檬 柠檬听后心里暗息 直接投入陆继鸣怀中 等柠檬来到陆继鸣身边 发现陆继鸣睡着了 望着陆继鸣帅气的脸庞 柠檬忍不住偷亲一口 谁掉陆继鸣是在装睡 下一秒 将柠檬搂入怀中吻上 对柠檬而言 自己一直想做的就是成为一名投资人 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帮助父亲 当初的小柠檬亲眼目睹父亲 为了投资低三下四的求人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不惜一切代价 这一切让小柠檬统统都看在眼里 从那时候开始 柠檬决定 要替父亲完成梦想 成为一名投资人 柠檬光读了金融专业 没想到阴差阳错成为了陆继鸣的秘书 一切的一切让柠檬无法接受 这三年里自己没有自己的生活 一切的一切全都是围着陆继鸣转圈圈 这已经是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初衷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柠檬二话不说 成了英识的员工 爱才心切的食音给了柠檬不少的机会 一切的一切让柠檬全都是看在眼里 在这儿自己要大展圈角 柠檬的离开让陆继鸣看到了自己的心意 此时此刻他才知道 柠檬在自己的心里占了多大的位置 为了证明这一想法 陆继鸣来到了英识和柠檬一起做项目 而这让两人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 陆继鸣是高高在上的大少爷 柠檬的故事让陆继鸣做了 不少自己从未做的事 这一切事又奇妙又动人 种种让陆继鸣的心里就和吃了蜜一样甜 此时此刻陆继鸣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和柠檬走到一起 这种感觉是自己从未有的 现如今选择离职的柠檬 转头到了自己的偶像 英识集团的石英们下 在石英这个贵人的培养下 以及陆继鸣的帮助下 柠檬很快在投资界站稳了脚跟 成为了投资界的新星 而这柠檬也总算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那就是让自己成为一名投资人 站稳脚跟不说 还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和柠檬在一起的日子 渐渐是让陆继鸣看清了自己的心 扭头直接说出自己的真心 原来破产后的陆继鸣身边空空荡荡 只有柠檬陪伴在自己的周围 在无人指点一切的一切 只有柠檬 有情人终成眷属 柠檬成功当上总监 陆继鸣拿大钻戒跪地求婚 有情人终成眷属